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今天我们请到林翠芬 要来讲一个很重要的 翻转黑洞关系 而且呢我们今天的对象是长辈 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中年人呢 其实大部分都在解决长辈的问题 生病了 或者是心里很需要慰问 可是说真的啦 这样的长辈会自己告诉你说 我现在觉得不对劲啊 或者是怎么样不多 都是要等他发生的某些具体行为 你才会知道 然后情绪有时候 人跟人相处之间啊 都不是这个 冰山都不是一时形成的 有些话真的是会惹得大家不高兴 所以过年过节 大家都好怕回去见到长辈 不是吗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知名的资商心理师林翠芬 来翻转黑洞关系 怎么样对长辈问题在哪里 其实长辈啊 在不同的年龄层啊 长辈会出现的状况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如果你家的长辈已经借龄退休了 那退休之后的心理状态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因为譬如说越是以前是那个 刺诈风云啊 有丰功伟业啊 忙碌不堪的长辈 他一旦退休了之后 他还蛮需要重新适应一个新的一个人际关系啊 新的生活心态 你讲的太好了 你看我不敢退休 就是怕在家里变成祸害 其实不止你哦 我个人也是 我一定是个祸害 我个人也是倾向于不要退休 可以减少工作 但不要完全好像就是退休 其实有时候我个人从心理的角度 不如出去跑马拉松杯 退休很容易退化 所以如果像这类型 原来是很有权 我们可以说他原来是一个很有权力的长辈 那他为了他在工作的权力已经没了 那他这些权力支配会控制 或是要感觉自己有用会用在哪里呢 就会用在家人的身上 所以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 如果家中很多长辈啊 就是原来很有用的 接下来他可能会把职场的 那一个形态呢 会转到家人的身上 我遇过一种状况啊 会导致家人的压力很大 甚至于可能还会破坏那个伴侣关系的 就是长辈退休之后 那可能他之前常常会有一个 就是活动 就以前他是在公司做主管嘛 所以同人都要来跟他报告说 主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那他这个习惯呢 后来退休之后呢 就延续到子女 甚至于媳妇或者是女婿 或者是孙子 全部都要做同样的事 所以每个人回来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去跟他报告说 今天我在学校 今天我在公司 今天我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那如果你偶尔报告一下 也许你觉得还好 可是如果你天天都要跟他报告说 我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如果我不是这个家庭 你在三天之内就看不到我 如果我不是这个家庭的小孩 我就会觉得 我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 是啊 那如果媳妇也要报告 要 所以翻脸的通常不是自己的 最翻脸的不是自己的家人 因为自己的人已经习惯了他的控制欲 但是习惯还没有 媳妇还没有习惯 他不觉得自己是控制 他觉得我是关心 我关心你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我们是聊天 因为他在家里等你等了一天 所以他觉得很 你回来跟我分享不是很好吗 跟我报告一下你发生什么事 不是很好吗 可是对一个在外面工作了一整天 疲累到不堪的人 然后回来要跟你报告说 我今天遇到什么客户 然后还要聚系迷的告诉他 那是发生什么事 对一个人来说 心理压力跟心理负担是很重的 你现在讲的是很多夫妻离婚 都是个性不合 也可以适用这个原因 就有一个人在家里就闲闲的 然后等一个很疲累的回来 一股脑想要把今天发生 其实我是受不了 我旁边真的 我们的同事也有这么讲 这么多话的人 我后来就 后来觉得我就不用客气 我就跟他说 你不要再说了 我知道 对那你如果要继续讲 我说不好意思我很忙 我正在工作 我要回一个电话 我就掉头走开 因为没办法自止 那这个人如果在你家里 不是很痛苦吗 对啊 那我还遇过有 这种是一种痛苦 另外还有一种更痛苦的事 当你正忙的焦头烂额 可能你正在开会 或是你正在做一些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你会接到你的家人 特别是通常都来自于 妈妈比较多 爸爸比较少啦 妈妈比较多 他会跟你说 他会跟你说 他说他现在头疼疼疼 然后肚子也疼疼 然后他哪里觉得不舒服 怎么办 他还说那你要不要去看医生 他就说还要去看医生 又没有人陪我去 那像这样子的时候 孩子就说 可是我现在在忙 我可不可以待会开完会 再打给你 然后他就会说 现在跟你讲一下话都不行 你现在就这么忙 你都不管我的死活 然后这个我先生跟我都试过 我跟你讲 开会绝对不是个好理由 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开会 他们以为那是聊天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公司开会 我不骗你 我先生有些人就跟我说 我妈在我开会的时候 他一直讲下去 我已经告诉他我开会 然后后来他挂电话 说不好意思 我现在开会 就两个人关系又闹砸了 他每次只要一搞这个 就是说 只要其中 尤其是年纪大的 那个不了解别人的状况的话 这一砸就同样一件事情 发生冲突发生很久 而且很多时候啊 他们需要关心我们理解 就长辈其实是需要关心啊 可是他的关心中 又会夹带非常多 引发别人罪恶感的话 说我老了啦 就是拖累你们啦 你们就觉得我烦啦 我死了最好啦 你们就解脱了啦 然后以后你们没有我 就负面情绪勒索 对 他就开始讲一大堆这些话 所以像这种的话 我们如何不被这个 长辈设的这些罪恶感陷阱 我不要跳下去 真的 那不要被他影响 那怎么样呢 好吐呢 那其实有些时候啊 通常会被罪恶感陷阱 会自己跳下去的 很容易对别人负起 不必要的责任 这时候最重要的 还是会跟自己说 譬如说像这样子啊 说很多人就会开始 真的有罪恶感哦 我如果不陪他讲话可以吗 他这样会不会受伤 我不陪他去看医生可以吗 他会不会真的发生什么事 他就不断自己在脑中 开始想这些不好的事 对 然后不断的发生 然后就会感觉到 我好像真的对我妈 我爸 我的长辈做了不好的事 然后很有趣哦 我 你这个要讲例子的话 我婆姜娘家都有 我可以送你 我开课啊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 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我原本开课啊 以为说会被这种 罪恶感陷阱勒索的 通常是自己的小孩 就像我们刚刚说 都是自己的小孩 后来来上课的 全部都不是自己的小孩 全部都是被婆婆 殷亲 婆婆勒索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女性本来就心软 而且如果当家庭生活 变成她的主轴 那这个阴影就会被放大 我有时候发现啊 就是跟长辈相处啊 其实最辛苦的真的会是 婆媳关系 对 或者是 就是那种 殷亲 不能只有说婆媳 要说殷亲 因为婚姻而带来的关系 其实有些时候 还蛮苦恼的 尤其他会指控你 不孝顺的时候 对于这个中国传统的 整个社会结构而言 哇那是从天 扎下来一根钢筋啊 而且我后来发现 最痛苦最痛苦 在心理上造成 不平衡心理最大的 其实会是殷亲 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就譬如说 我的婆婆或我的公公 并没有养育我 对 但是我对他的孝顺 是因为殷亲 我需要延续 去孝顺他 比孝顺养育我的父母 我还要孝顺 这是中国的传统要求 这是我心理 其实会产生很大的一个 不平衡的感觉 我对我的父母 都没好成这样 我却对你好成这样 而我还要被指责 我还要被指责 说我不孝 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等一下再聊 如何翻转黑洞关系 然后针对长辈的情绪勒索 今天我们请来 非常知名的 资商心理师林翠芬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你刚刚说 我长辈会用各式各样 他习惯的负面的话 像我认识的一个 这个男性的友人 他妈妈最常对他说的话 不是那种翅膀硬了 什么那是青少年时候说的 后来就会 只要说几句话 他妈妈不高兴 或他显现出一种不耐烦 但有时候你会了解 那不耐烦也是必须装出来 不然他会一直讲下去 他妈妈就会说 你学历很高 你就是看不起 妈妈没有读书 每次讲这句的时候 好像有那个一把刀 刺进他的心里 可是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其实是非常痛苦 很想翻脸的 但是每次这种状况 就是当后来一言不合的时候 让你痛苦 用这句话非常奏效 你跟他解释说 真的不是 也没办法 这个痛苦呢 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 因为我妈也常对我讲这句话 这句话是很多妈妈 书读的很多啦 我不懂啦 对不对 他们就会讲说 对啊你有读 我妈讲的是稍微更 更通俗一点好了 她说对啊你有读书 我没读啦 是啊 要遇到我中250的 我就会跟他说 对所以你不要乱讲 因为这个不科学 我常对旁边的那些 阿桑讲说 这个不科学 或者这是谣言 你要不要去Google一下 再看是不是谣言 再来跟我讲 我会这样讲 所以我真的会发现 还蛮多爸爸妈妈 我觉得这种通常 妈妈说的 好像比例稍微高一点 就是好像 因为他对自己的一个 没有信心 没信心跟自卑 可是他会转成愤怒 那你听的时候 心里是不是 什么感觉 我当然觉得 会觉得跟你讲不通 因为譬如说 因为你就用这句话 就把它挡住了 他就说 我就是比你没知识 但我还是认为这样 我不改 你再有知识也没用 他要讲的是这样 对 他就是会觉得 对啦我没读啦 那你接下来 你接下来就跟他说 妈妈 这跟有读书 跟没读书 没有关 这跟这个事情 觉得怎么做 比较好 比较有关 他讲 也只有100次这样讲 你都同样 这么理性的回答 我基本上 对我妈呢 还是偏向 比较理性一点 来应对她 我就说 这件事情 你如果觉得 跟读书 跟没读书 有关的话 那你自己觉得 怎么处理比较好 你觉得 有读书的处理方式 跟没读书的处理方式 一样的吗 还是不一样 你就说给我听啊 他有想要理你吗 他有真的 他接下来 就会开始说 好啦好啦 他就会安静 哦真的 后来我就跟他说 后来我也是试过 各种方法哦 他当他刚开始 跟我讲这样 我也会很生气 有时候你解释太多 没有用 就是一定要告诉 他那个逻辑 可是他的思考 就是没那个闭环出现啊 因为他现在已经 启动防卫机转啊 那我只有牵降低 你的防卫机转啊 如果我继续跟他说 这对啦对啦 你没有读书 我有读书 去跟他争论 这个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所以你常常会被带 很多人会被带走 就是其实应付酸民也一样 就带进他的问题 可是其实这个不是 真正问题的主軸 对不对 我不会去跟他讨论 有读书还是没读书 我会就是说 那你说这件事情 怎么做比较好 我会把他带出来 我不要进入他的防卫机转中 那我就说 那你现在跟我讲这句话 你要跟我讲的是什么 你要跟我讲 我有读书 你没读书 所以呢 意义在哪里 他就说 我妈就会这样 不讲话 然后眼神飘走 你讲得太深了 他不想懂 那这样也好 他会安静下来就好了 其实我婆婆有时候 他也会 他对别人情绪的时候都有用 对我不是很有用 可能也是因为 我会不要 他先冷静下来 比如他会对儿子讲 就说 除了什么 什么 因为我没读书 你看不起我 这他也会讲 还有另外一种讲法 就是 他会说 我现在都不想要活了 人生也没意思了 我儿子就是 就是不知道 很慌张 你知道吗 像我的状况就是说 我会跟他讲说 妈 我不要听这 因为这个 我没办法帮忙 你要告诉我 我可以帮忙的 不过 就就是这样 不然你千万不要去问他 为什么你不想活 因为那个后面 好可怕 他也不知道 他会越讲越糟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 遇到这种 副相的语言 他好像 又有抱怨 又需要关怀 那你说的很好 你说的这个 我没办法 我可以为你做的是什么 转调 所以 不要问他们原因 我后来知道 为什么男人 不太问女人 心情不好 因为要看状况 有些你可以去了解 他发生什么事 可是如果说 他已经是 勒索你 操控你 那你就要知道 他讲这句话 要操控我什么 那我如果清楚知道 他讲这句话 要操控我什么 我就不要被操控 我要反操控 所以你那句话就很好 这样我就帮不了你 对 我要做对你有帮助性的事 那现在做什么有帮助啊 其实是对的哦 是走好的方向 我都不问他原因 因为我知道这个问原因很糟 他可以把我知道的事情讲一遍 所以有些时候 你把他转到说 现在做什么 有帮助性 是正确的 那我可以同理他一下啦 我可以同理他一下 就是说 哦 所以你现在感觉不好 但是马上转成正向的 我们 只要了解 他现在的感受不舒爽 然后把他转成 有意义 有帮助 那你跟我说 那你现在做什么 你会好过一点啊 或是你怎么样 对你比较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你那句话 是非常有注意的 而且不会让他再往这下面 再继续勒索下去 是 不过老年有时候 他有的话会直接 如果是想要诉苦的话 你已经很头痛 但有时候他们会用行为 或生病来表现某些事情 那是相当恐怖的一种勒索 那下一节 我们再提供你真正的例子 幸福好时光 如何翻转黑洞关系 那林翠芬呢 现在他也有一个线上的课程 就教你如何跟青少年长辈 还有伴侣之间的沟通 事实上我还是觉得 你这个课程 因为人当然有可能 有这三种关系 但是常常是一种关系 如果是我的话 就比如说你只出青少年 二你只出伴侣 三你只出长辈 就都可以发展出来 我每次都觉得 翠芬每次 他的资料的准备太丰富 所以想讲东西太多 是不是 歌成三个课程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有些时候 真的想说的话太多了 想跟大家分享的也太多了 我觉得你就算说 如何跟长辈沟通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 很畅销的课程 因为长辈都会觉得 那个年轻一代很难理解 殊不知年轻一代觉得 上面的很更难理解 没错没错 因为真的有老人心理学 老人有老人的心理学 他们有一个独特的 一个心理的状态 像刚刚我们说的 老人很容易对现状不满 是因为 他们有good old time 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一定是他们生理 心理各方面最好的时候 对 那当他现在生理上没有以前那么样的涌健 然后开始体力也退化 或者是在情感上的确比较空虚一点点 那他没有那么涌健的时候 他现在他看出去的世界 因为他内在的感受不好 所以他看出去的世界没有一样满意的 所以你要知道说他不满意 是他内在的一个投射 千万不要连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会一直骂 他可能会指责你 他会觉得现在年轻人什么都不好 他会觉得你们现在都不笑 他会觉得你们现在做什么 他都觉得你们做的不好 然后你很想取悦他 但你会知道你永远没有办法取悦他 太困难了 你不要说说你觉得老人家难相处 我们也都快变老人家了 我有时候都觉得跟我同年代的女人 也很难相处 男人也是 因为他们脑中的固有印象非常多 然后可是比如说呢 你又他会就是一直想来影响你啊 他又不认为他对他的生活满意 但是就想把你往那个老人那边拖 比如说你干嘛这么累啊 或者是 那其实是因为他自己也真的没有事做了 然后或者是就会 反正就是说一些很奇特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了解 他的因为我们是比较晚生育的 小孩在青少年 所以我们还只能扮演少父嘛 那他们都已经到了空朝期 你就可以知道 他跟他下一代也应该处得不是很好 因为他一直想用自己的固有观念 去束缚别人 那刚刚提到了黑洞关系 用那个行为表示 很传统的就是 他说他生病了 那就检查 没有任何问题 你应该也常常遇到这种吧 然后小孩就疲于奔命 就冲回去 你就说 我心中爆爆跳 去检查没事 我后来发现这样 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形啊 对非常多的孩子 非常就是很多小孩都造成很大的苦恼 因为身体不舒服这件事 我们很难轻忽 如果说他今天说 我心情不舒爽 那我们通常就会觉得 不舒爽还好 所以他一定要用一个很重的 让你感觉到 你必须要为他做一点什么 不然你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 就是我会提醒大家 这个就是说 他一定要生病 他身体不能变好 因为他身体变好了 就得不到关心的话 那他就会一直感觉到 生病是有用的 生病的时候 你们就会来关心我 所以他就不能健康起来 所以如果很好 他就制造病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形啊 如果说这有一个前提哦 真的他身体是健康的 怎么查都查不出来的时候 那他是透过他生病 喜欢人家陪伴他 去看医生 感觉到是被重视 在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用 我就会跟我的其他的当事人说 你这时候反而你平常要关心他 不要在他生病的时候 你可以带他去看医生 但看完医生如果没事 那你就跟他说 医生说没有事 你可以放心 但他因为要的不是去看医生 对 他要的其实是被关心 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我相信我们这边的朋友呢 比较喜欢听那个故事 这样讲好了 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我有个远房的堂弟 因为他也已经退休了 现在很多人50岁就退休 本来打算在乡间 过着美好的生活 那他就有这个高堂老父 那妈妈过世了 老父旁边有一个阿姨 结果呢 他这个好几次的时间 就是第一次 他爸爸就说 他心脏病可能有问题 早上六七点 在宁静的乡间 叫他叫救护车 送到了那个最大的医院 医生从头到尾做检查 没有问题 然后爸爸一到医院就好了 看到儿子就好了 媳妇也来了 其实好像全家的人 已经在那个乡下的人 都已经要聚集在那里 好像很严重了 可是他没事 那么结果再来 过了一个礼拜 第二次又说他心脏无力 完蛋打电话求救 当然那个阿姨 也有一起到医院去 第二次一样的 又检查完全没事 到了第三次 又过了一个多礼拜 也是一样 半夜 叫他叫救护车 救护车要钱 你知道吗 尤其没事的时候 医院都会等你 觉得你在浪费医疗资源 又没有事情 到第三次 同样那个医生 主治医生 看到这对父子 进来的时候 脸色已经非常不耐烦 我都跟你说你没问题 后来搞了很久很久 我这位远方堂弟才知道 其实爸爸没有说的事 因为他心脏没有问题 他是在家里 跟那个阿姨不对盘吵架 为了钱的问题 可是爸爸始终没有说 这是他个人的 从后来的很多事情揣测 他想要跟那个阿姨分手 可是他没说出来 他想要让儿子来摆平 他也没说 所以对儿子而言 和媳妇而言 觉得说 你怎么天天来整我 后来他就跟我抱怨 我觉得我退休是错的 我退休之后 本来觉得爸爸还蛮慈祥 自己还蛮独立生活 自从我搬回乡下之后 我真的被他快要搞疯了 现在如果再来第四次 我肯定会在医院里面 发飙骂人 那不肖的行为就会出现了 我该怎么办 后来 当然后来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你说去帮爸爸 跟阿姨分手也不对 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仔细调查 就是 他把爸爸搬到跟自己住 因为他跟爸爸说 怕你心脏病吗 你过来住 爸爸竟然很欣然的搬过去 因为他就是要分手 他等儿子出这一招 但他又不讲 你讲了就没事 对不对 不用搞这么多次 后来 他心脏病就从来没有发 就这样 他就好了 好了 当然人生有别的问题 阿姨要不要放手 也是个问题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你看看 这个故事 说得很复杂 但是也就是八点档的狗学剧而已 幸福好时光 来 刚刚这个故事经不经典 非常经典 而且你会发现说 不只是妈妈 原来也有爸爸 你是说这种状况 爸爸比较常见 爸爸也不讲他发生什么事 我们要修改印象 我们要修改印象 真的不能有刻板印象 所以有时候当爸爸妈妈 有这种生病的状况 有时候可能背后 他讲装病 有可能是有心理的意图 对 所以有时候不断的带他去看医生 不如好好的跟他常谈一下 说爸爸你到底是有什么需求 那可以告诉我 或者是说我要猜测 他的需求是什么 到底做什么 对爸爸才是有帮助 那我们可以 猜测真的好可怕 因为猜不到 对对对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突然脑中想到一个策略 可能可以试试看在这里 叫做选择策略 就是说 爸爸我们已经看了这么多医生 那医生都已经很确定 你就是没有什么状况 但是我还是担心你 所以A选项是说 你觉得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我可以看着你觉得这样比较好呢 还是说你觉得 因为我这样子 常常要带你去看医生 有些时候也没办法及时啊 他可能他自己的理路 这老玩家其实很精明 他已经发展出这样 但他又不直接讲 所以我们就可能可以变成选择题 搬过来 还是说你觉得这样的话 干脆你有一段时间就先住院 我是随便举例说 我们跟他想一些方法 然后你选A还是选B呢 他可能说选A 我先搬去跟你一起住好了 那你可以让他选择 那如果我们真的搞不清楚 因为你也没办法强迫他 他本来选择独居 因为他要跟女朋友住啊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 我们可能就是再帮他做一些选择题 看看他是哪一种 比较符合他的需要 这叫选择策略 你们这样就设计一个问卷 这个一定会生意很好啊 就哪些选项可以跟他选 万一老人家不适智 就请他边帮他填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啊 你要帮他设计 你要他直接说 他说不出口 或者他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干脆就帮助这样的人呢 设计成选择题 但要记得哦 这些选择题你可以 依照一点点你对他了解 第二个一定这些选项 一定都是你自己可以承受的 所以设计选择题有一个好处 你选出来的选项一定是你自己可以接受的 你在设计 你不要设计一个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的选项 那你让他选了之后 他选了你就觉得 可是我做不到 这样你选择题的好处是 你不但可以依照他可能有的需求 你还依照你 最重要是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来为他设计 这样他选的哪一个你都可以接受 那你也比较不会觉得到底要怎么做比较好 会比较有一点点方向一点 其实很多老人个性是不直接讲 比如说以我家的状况 我爸八十几岁 但是他因为他教授退休 脑冲木迷 整个那个 比如说要帮他请外用 他去做巴士量表 还满分子也很高兴 所以根本请不到 你知道吗 可是就是一个 他也是一个含蓄型的 可是有一阵子我就发现了 他用电话简讯来跟我要这 要那 要什么 不是他传的 你看这又是另外一种困扰 不过我已经马上了解 因为这不是他平常的行为 那是谁传的 也是他旁边的阿姨传的 所以后来我们全家都好怕家庭聚会 因为突然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外人 然后他 你还要防着他 因为搞不好他会出去做什么 后来他是真的蛮厉害的 他就威胁说你们家有公众人物 所以每一家都有不同的难题 还好我爸爸非常的健康 也不会闹什么心脏病发去医院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 有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爸爸妈妈原本的个性 来看一下说 他这样做 最近的反常行为不是发自他 他现在的反常行为 好像不像平常的他 可能背后有一些独特的意涵 那就可以多了解一点点 到底他发生什么事 其实长辈还有一种状况 我觉得也很难处理 就是说其实长辈呢 还蛮容易被骗的 对 现在因为有很多人呢 就特别针对长辈的需要 去设计很多可以骗他们钱的 这样的状况 你知道我爸爸的户籍在台北吗 在我家 所以 我有接到法院的诈骗案 你看不是我爸 是我爸 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妈在 我跟他不敢讲 因为我怕万一这是色情诈骗 我该怎么办 所以 就要默默交给他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提醒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发现你家的长辈啊 他的银行账户 就是有一些异常的动静 那你可能也要特别关心一下 可是这个没办法管 因为他都很执着 像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他们家是保有田 爸爸开杂货店 妈妈去世之后 这爸爸也八十几岁 就家里突然多了一个四十几岁的住了进来 然后后来他爸爸到 后来是不幸车祸去世 而且我们确定了 这件车祸去世的案子 跟那个女生旁边女人没有关系 你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断定吗 因为他的子女 因为爸爸很节省 有一些储物癖 去银行只要去领现金 那个牛皮纸带都留下来 而且记载的很清楚 也就是他可能在之前 有五六百万的现金的存款 全部领逛逛 那我就跟他说 那你爸车祸 会不会就是 那这个女的又不见了 那到底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谋杀案 他就笑说 真的不是 是我爸自己骑车不小心 为什么 因为那女生 还带了很多人来看他家的那些田地 因为后来变工业区都涨了 他说还没有卖完 所以他不会下手杀我爸 你看这什么故事 所以有些时候加油长辈啊 我们还要顾虑他方方面面的安全 不只是顾虑身体健康 还要顾虑说有没有被骗啊 或是他交往的对象 或者是说他来往来的互动的对象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还是需要跟长辈稍微聊一下 因为有一些长辈的这些 可是他们真的很固执 后来他那个爸爸就是叫家里的兄弟姐妹 过年都不要回家 他就是你知道 因为他不要听你们的劝 他不要听你们讲这些 他不想听的话 对 他就变成个青少年 好非常谢谢林翠芬 那大家也可以搜寻一下 林翠芬 他有个翻转黑洞关系的课 那他的最近的这本书叫做 从说话洞察人心 好谢谢大家 请继续收听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 我喜欢伊林山 我喜欢营丝 我们下期再见 到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